高雄一名于姓男子 三号上午十点多 在林雅区自强三路的住处 疑似跟女友有纠纷 竟然直接痛殴对方 导致被害的无姓女子 伤势严重 陷入昏迷 还在加护病房抢救 眼看自己闯下大祸 男子不但没有报警 还一路逃到了台南亲友家 刻意躲避查起 最后远警是巡线 找到他的藏匿地点 现在也将人 依杀人未遂罪嫌 依送法办 两名男子神情惊慌紧张 急忙从公寓逃出后 开车扬床而去 隔没多久救护车抵达 随后只见一名女子 奄奄一袭 被抬上担架 紧急送医 病床上女子伤势严重 头部迷现遭殴打痕迹 脸部还有多处瘀青 因为他证明被害人 遭到男友殴打 而嫌犯打完人 还在朋友协助下逃逸 警方获报也寻现逮到人 冲进男子藏身处 只见涉嫌殴打女友的嫌犯 蹲在地上 丝毫没有回忆 就算不断装傻 但原警可是没有上当 而回想到嫌犯攻击女友当下 附近居民都很有印象 事发在3号上午10点多 高雄林亚区自抢三路的民在内 当时一名余姓男子跟无姓女友 疑似感情纠纷 爆发争吵后 他不但挥拳 还拿椅子攻击对方 造成女友伤势严重 嫌弱昏迷 还在加护病房抢救 而男子事后 在朋友的帮助下 一路逃到台南亲友家 场立踪击 但最后人被远警逮到 在台南市区 来查获了这一名 男性嫌疑人 全案一 杀人为罪罪等 来移送高雄逸杰署正办 靠上手靠 模样狼狈 据了解这名余姓男子 还是民公共危险 同气犯 就是怀疑跟自己 相差17岁的女友 令杰心欢 他竟然情绪失控 动又暴力 如今遭狼狈落网 得被解送归案 痛殴女友 不仅在慈善官司 跟另一半的感情 恐怕也出现裂痕 借忘家庄全高雄采访报导